灭世这个游戏14年就已经亮相了 到2022年今年才刚出 现在呢是属于一个保贬不一的状态 这个游戏的缺点主要在游戏性上 游戏市场比较短 游戏性不够突出 大部分情况下都是一个看风景的状态 本期视频我们就不谈游戏性 主要谈一下这个游戏的设定 艺术设定 这是这个游戏的长处 所以我们就谈长处 你如果购买的是抢先的豪华版的话 会有一个艺术设定期 这个在现在的这种游戏生卖过程当中 是比较常见的 大部分游戏都会上一个游戏设定期 作为一个额外收入 但是这个游戏的游戏设定期 是相当的值 十分推荐大家去买 因为里头有大量的文字和大量的图片 这个游戏从开始到最后的 所有的这种想法设定 还有制作人的一些理念 都写到里头 首先一开始令很多玩家疑惑的 就是关于主角是怎么样出生的 我是谁 我从哪里来 这是哲学的两大问题 比起一开始主角被连在一根旗带上 然后迫见而出 类似于这种形式 掉在了地上 周围都是这些从上面掉下来的 你可以称之为同伴的这种尸体 都在这里 这个场景的整个视觉效果也是 十分令人 怎么说呢 感觉很奇怪又很震撼 当你仰视着整面墙 会发现上面有大大小小各种不同的剪 然后有不同的人 破茧而出 大部分人可能连剪都没出来 就已经死掉了 如果看过直播 或者自己玩过这个游戏的人 会简单的把它理解成 这些死掉的同伴呢 是想要离开这里 但是失败的人 都是loser 都是loser 实际上这面墙在游戏当中叫做创生之墙 或者创世之墙 是用血和肉和子宫和子宫内膜组成 所有的类人形的生物啊 都被通过脐带和这个墙进行连接 都是这么生出来 被这个墙所生出来 然后呢 在破茧而出的过程当中呢 它们会摔到地上 在这个过程当中 会有概率的会死掉很多的同类 这个场景其实就是在模拟创生的整个过程 生命在出生的时候是有概率死掉的 我们摔到墙下看到的那些同伴的尸体 其实只是输在起跑线上的 继续往前走 我们会看到更加奇特的场景 有很多很多大坝小小 类似于墓碑一样的建筑 这些建筑到底是什么 有什么用逐啊 在很多的一些网上流传的游戏剧情解读 关于灭视这个游戏 游戏剧情解读的视频里头 把它们解读为这个逃生仓 因为我们看到有很多人死亡嘛 所以这些都是逃生仓 这个地球已经不是地球啊 这个星球 这个灭视这个星球已经不能生活了 大家都这个逃生仓逃离 但是没逃离掉 所以这些逃生仓也留在这里 这些人也死在这里 实际上这就有点过度解读了 如果你去看设定级的话 你会发现这东西就是通风口 因为面试这个星球的这些生物科技 大部分都建在地下 所以需要这个通风口来通风 就这么简单的东西 从通风口里出来的这些 触须一样 这些肉团一样的东西是什么呢 是代表这里已经被感染了 发生了生物泄漏 这一点是很多人解读对的 这些生物泄漏 生物感染在里头增持 无端的反射 甚至从通风口里钻了出来 这也暗示着我们即将面对的危险 这些当中我们会操作两个主角 第一个主角比较短命 会在最后这个场景操作无人机的时候发生故障 然后死在了这里 然后第二个主角也会来到同样的这个场景 而是那个爆炸之后 发生故障之后的同样的一个地方 在这里呢 我们能遇到一个寄生虫 这个寄生虫在之后的程度 是过程的一样的感觉 我们会在探索的过程当中 我们会被他给续身 所以在这里联系上下 我们要拿大部分的玩家里见的是 这个寄生虫是之前的一个 比如说变化 但实际上游戏的设计上 并没有明确的变化 我们操作了两个主角 分两次来到的同一个地方 这个场景就叫做寄生虫培育室 中间的这个支柱呢 就是能来培育寄生虫的 然后我们操作无人机给这个三个口子上面填充的 三个胶道一样的东西 是营养液 所以这里至少有两种可能 一种可能是因为爆炸 把第一个主角感染转化成了寄生虫 另外一种可能是因为爆炸释放出了里头 本应该沉睡的寄生虫 我个人比较倾向于第二层 因为整个的这个设施看起来就是一个培育寄生虫 使用寄生虫的一个地方 寄生虫其实是蔑视这个星球的一个高级科技 高级科技术之一 为什么我们操纵两个主角都要来到同一个地方 一定要和这个寄生虫进行结合呢 是因为没有寄生虫的话 主角就十分的弱 这是在艺术设定集当中明确提到的 我们在主角的设定当中可以看到 主角之所以可以使用武器 可以进行回血 可以进行战斗 也是通过寄生虫来实现的 甚至我们要使用武器的话 必须要有寄生虫的尾巴 这个尾巴直接连接着我们手里的枪 机动枪也好 那些喷子也好 都需要通过寄生虫的尾巴来使用 这里要额外提到一点的是 在游戏早期设定当中的武器 远远比我们在游戏当中看到的丰富的多 甚至还有一些手臂上的抑制 还有像开门的钥匙 怎么样操作机械和机械互动的方式 还有各种各式各样的生虫机械 还有各式各样的敌人 都丰富的多的多 这个游戏说它自己没有阉割 那是不可能的 整个游戏最令人迷惑 最令人费解的场景 其实是在游戏的最后 在这个神殿当中 神殿到处出现了一些 关于圣之崇拜的一些的符号 一些雕塑 首先要明确一点 这个游戏确实和生物相关 但是它确实不是在说圣之崇拜 整个神殿的艺术设定 很大程度上借鉴了弗洛伊德的思想 弗洛伊德后期思想认为人有两种本能 一是爱的本能 或者是性本能 另外是死亡本能 就是死本能 弗洛伊德说 本能冲动的本身一定是 爱欲和毁灭性的混合 你可以理解为生本能和死本能 是一种矛盾的辩证的统一的关系 它们同时是生物的根本的本能之一 它渴望爱欲也渴望毁灭 所以在这个神殿当中 一部分是充满生殖崇拜 充满心暗式的一些雕塑 另外一部分是 是充满能毁灭 和抛弃身体的暗示 这里我们要先讲一下 这个世界当中的三幅壁画 到底是什么意思 第一幅壁画 其实就是在展示 弗洛伊德的性本的理论 在壁画当中的 男的也好女的也好 都渴望进行这种性和性的产物 同时他们也通过 寄生物这种东西来增强 自己的身体的生物性的机能 位于这些男女旁边的 四指手的 有两个手摸着眼镜摸着身体的 就是寄生物 寄生物的这种形象 他们来增强自己的能力 增强这些灭尸类人种的能力 这里的第二幅壁画 也就是在描述弗洛伊德的 史本 但是这里要牵扯到 整个面世的世界观 面世里头的这些 类人种的生物 他们的史不是简单的史 他们是一种渴望永生的史 他们肉体是可以被抛弃的 在这个游戏当中 你抛弃肉体之后 你的灵魂就会被转移到 一个超级大脑当中 然后就达成了所谓的灵魂不灭 同时你的肉体呢 也不是简简单单的被抛弃了 灭尸世界当中的 类人种的肉体 可以进行回收 进行反复利用 这些回收和反复利用的肉体 会拿来干嘛呢 会做人造人 这个人造人 就是我们在游戏当中 看到的那些小朋友 和小朋友驾驶的机械 也就是最后一场宝石战 你仔细看的话 你会发现这些人造人 人的肢体都是通过主角 或者类似于主角的这种 热人形的肢体碎片 组装出来的 包括面部其实都非常像 旁边有很多挂着的手脚 也在暗示着我们这个事实 那么游戏最后的 这个游血有肉的 这种鲜艳的壁画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鲜艳的壁画 要提到另外一个艺术家 这个艺术家叫做 钢色冯哈根斯 这个钢色冯哈根斯 他的作品都是拿这些 真的尸体通过永久保存 拼接在一起 形成艺术作品的 所以他的这个艺术作品的争议很大 但是游戏当中 借助他的作品 形成的这个壁画呢 其实在暗示的两点 一种是尸体的 这个灭尸星球的这种尸体保存技术很强 另外一点是这种永生的这种概念 到此为止 我们大概就把这个游戏当中 比较难理解的部分都给解释完了 至于游戏结尾 主角到底想去哪 主角被集中中吞噬掉之后 还有没有反转 这些我们都不得而知 主角被集中吞噬掉之后